你好 这个视频我会删的 首先祝大家除夕快乐 然后在新的一年里 祝你们可以欣赏事成 身体健康 主要是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然后这个视频我会删的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来录给你们看我的果子脸 前两天我去拔了两颗智齿 医生跟我说 你要一颗一颗拔还是两颗一起拔 我说我要两颗一起拔 成痛不如短痛是吧 然后其实我拔完之后 因为我的智齿在肉里 就是祖生牙齿 它以后什么什么 我也不清楚 然后反正就是做那种小手术 然后把我牙齿拔出来之后 本来应该是拔完那天 再加上前天和昨天是 三天要挂三天盐水 然后我妈拔完那天 我妈忘记带我去挂盐水 然后我那天晚上叫了一个晚上 我妈在那打呼打的 可想那样了 一点都没有听到 我痛死了在床上 然后第二天醒来 我就肿成了猪 完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想给你们看 怎么办 我还拿下来了 我真的好可怜 真的我今天已经好很多了 我昨天整个这半边都肿了 我脸都在发光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现在又没有化妆 反正这个视频会删的 我本来要给你们录小咖秀 录那个四十万的福利 然后我在小咖秀里面 把我要录的东西都已经收藏好了 然后因为我把牙齿连肿成这样 就什么时候削掉 我在什么时候给你们录哈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要退出小咖秀了 因为我发现我现在拍一些正经的那种视频 下面都有人说什么 我一看你什么白爷 我一看你正经 我就会想到你 什么大笑的样子 录鸟鸟鸟的样子 那完了万一以后我要演一个什么 封守的或者什么 哭啊什么的 我记得好几次 我有那些特别需要内心戏的那个戏份 我演完之后猫叔 拍了两下他的大腿 笑死了他 我很认真地在演 然后我刚刚在群里抢了个红包 两轮我都是垫底 第一轮是六分 第二轮是一块二 好了我继续去看春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